大娘帮我卖货 我真乐事啊 一袋一斤六块钱 两袋二斤十块钱 大娘是不是帮我卖货了 大娘 现在都几份了 你那是两份 再来一份 再来一份 哎呦我大娘真是我亲大娘啊 啊 你去买鸡蛋去啊 买完鸡蛋回这球 行行行行 没事没事 我给你放点啊 大娘 来几个家 见不了 大娘买 买六袋 到屋里手机弄进来 两袋十块钱 厂家自销价 两袋十五个 一袋是一斤 两袋是二斤 三袋十 有两袋 鼓励了 三娘 来两个 四号来不来 今天几号 今天三十号 一会儿我给你留个电话 来 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装六袋吗 少要一个呀 这个给你 少拿一个 20块钱 只要四袋 这专业圈咋还少拿来那呢 咋不要了 钱不够了 没事 没事 大娘 带好运 谢谢大娘 来 卖点大娘 我姓姜 姜海龙 得劲 又得劲了 大娘 七十多岁了 帮咱卖货呢 我大娘拿六袋 大娘几乎走一圈 钱花帽了 买鸡蛋了 处理买四袋 这一步就卖了十来袋了 朋友们 今天白天要了一百 早日剩了 一百一十多吧 二百一十多 中午还在这卖一会儿 卖了十多袋 现在乌鸡得有 还得有一百九 还得一百九十斤病 明天早上找个大早事 试试 对明天周六啊 上台比较啊明天的 明天上台比较 太平二张店朋友们啊 现在是四点多 下午下了一阵雨 中午摆完 下雨咱就回家了 回家整个视频 咱又又出来了 春表 卷啥啥味 啥都能卷嫩 吃完一冻 常在三天冷冻一个月 二几十块钱 这是熟的吗 冻上行啊 必须熟的啊 那冻上行啊 冻咋不行呢 你不冻还不行了 常温三天吃的时候一热呗 六啊 对一热一热就往这儿对 二几十块钱抓紧时间挑了来 春表姐二几十块钱卷啥啥味的来 啊 你别说太长时间热 就稍微一群就行 微波炉里面转一圈 正好 二几十块钱大哥卷啥啥味的来 吃的主食 这要吃好啊这要吃 多钱啊大哥这车 六万多呢 六万多呢 纯电的这是 这车 气死我了 我我把车我在二商店摆摊 卖了多少斤米 我也差不多了 卖三十多斤米 那个我七点钟收了一摊 然后我的车不停到牙上面了 二的那前面不都是车位吗 我就停车的前面没有地方 然后我就处于摆摊 那收摊的时候装车 装车之后车我就往前开 往前开前面有个老头现在晃摇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他指不折后面没有车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轻轻的摁一下喇叭 非常轻啊 就在这一样 那时候张嘴就CM你他妈吓我一跳 你知道吗 我刚刚开窗我就听着了 我说你说啥啊 我说你说啥 我说你再说一遍来 我说你吓他说你吓我一跳 我说你前面那句说啊 你骂骂人 骂你咋的呀 就骂你了 这大道这个人行闹走的地方 不是走车的 你喊喇叭你妈吓我一跳 还带妈呢 我这人最受不了啥 就是你怎么说我都行 你别带我家人 你知道吗 我最恨这个 你知道吗 我说你中大岁数你白活 一点素质你都没有 你知道吗 一点素质你都没有 你白活都你中大岁数 你张嘴你就骂人 一点素质你都没有 然后打电话呢在那 打电话呢 就还指鼻子指问我呢 打电话 我说你给谁打电话都行 我在这等着你 我说我等着你 你知道吗 这现在我就兜里不宽 我兜里宽 我高低 哎呀妈呀 高低也不能咋地 现在没招啊 真忍得得 这真惹不起 真是惹不起 你看你要是不让喇叭 你知道你往前开 你要碰他一下子 你看你再试试 他就在前面给你晃悠 还不挑好道子 就给你晃悠 慢悠的跟你拉 你去 你按一下喇叭 张嘴就骂人 这人我就 我兜里宽着 我嘴又给他撕开 真生气 真生气 我说你我说你没素质 你中大素质你白活 你知道吗 一点你素质都没有 你没活明媚 你张嘴你就骂人 他妈气死我了 他妈气死我了 卖了三人的医名 卖的还行 他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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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一度的气 回家 真的吗生气